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請猜獻我 替你宣告 你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貴向 神志國道 請猜獻我 請猜獻我 替你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圓歸你 成為活際 見證真理請猜獻我 請猜獻我 請猜獻我 驚嘆 伴醉與歪里 已消耗盡眾心 同心世間 相有萬民 十家大愛 眾美民 天國已近世代 拜承絕運 要素省真愛喪 天天的努力 去搶救靈魂 誰可替我做到 請猜獻我 替你宣告 你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貴向 神志國道 請猜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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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你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圓歸你 成為活際 見證真理請猜獻我 請猜獻我 替你宣告 你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貴向 神志國道 請猜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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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你宣告 全地每一顆心都圓歸你 成為活際 見證真理請猜獻我 驚嘆 半醉與歪力 已消耗盡眾心 同心世間 尚有萬民 十家大愛 總未聞 主卻降西 掛十家姓宿仔 已分水最拳勢 傾黑間 會召見天國來臨 誰可替我愈告 詩篇一百零三篇 一至五節 我的心啊 你要清重耶和華 凡在我裏面的 也要清重祂的聖明 我的心啊 你要清重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祂救贖你的命 脫離死亡 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祂用美物 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 以至你如嬰返怒還同 根據啟道本詩篇註釋 詩篇一百零三篇是一首個人的感恩詩 用讚美詩的形式 更讚神對祂子民的慈愛 並邀請一切備造之物 一起來清重耶和華上帝 全詩分為三部分 今天的經文一至五節是第一部分 述述個人所得到的恩典 詩人說 我的心啊 你要清重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此刻 讓我們回想神在我們身上的一切恩惠 祂赦免我們的一切罪孽 醫治我們的一切疾病 用美物使我們得以知足 弟兄姊妹 凡在我們裏面的都要清重耶和華 讓我們盡心盡盡盡意 重贊我們的上帝 祂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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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x 以塞亚书六至七章 乌西亚皇嘉宾那年 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伊婆帕帅覆盖了圣殿 在他上方示纳着撒拉佛天使 他们各有三对翅膀 一对遮脸一对遮脚一对飞翔 他们彼此呼喊 圣灾圣灾圣灾 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荣耀充满大地 他们的声音震动圣殿的根基 圣殿里烟云离漫 那时我说 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 因为我口出不洁之言 又住在口出不洁之言的人群中 并且亲眼看见了大军王 万军的耶和华 有个撒拉佛天使用火鉗 从祭坛上拿了一块燃烧的碳飞到我面前 用碳碰碰我的嘴唇 你的过犯已经被除掉 你的罪恶已经被射灭 然后我听见主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请猜浅我 他说 你去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 看了又看却不领悟 要让一些人心灵麻木 他们的土地必荒芒 即使境内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 亦都被消灭 然而 就好像坎掉松树 和像树后必留下树灯 这个地方必有圣洁的苗瑞 传流落来 乌西雅的孙子 若坦的儿子阿哈斯 做犹大王的时候 阿兰王利尚和利玛利的儿子 以色列王比加利攻打耶路撒冷 却无法攻破 阿兰和以色列结盟的消息 传到犹大王那里 举国上下都吓得胆战心惊 好像临终被风吹动的树木 又和华堆以赛亚说 你带着儿子施亚亚述出去 到上池水沟的尽头 通往漂泊墙的路上 迎见阿哈斯 告诉他要谨慎镇定 不要害怕 不要因阿兰王利尚 和利玛利的儿子的怒气而胆怯 他们不过是两个无焉的火把头 阿兰王和以法莲 及利玛利的儿子 阴谋毁灭他 企图攻打并瓜分犹大 改立他比纳的儿子为王 但主耶和华说 这个阴谋必无法得逞 阿兰的都城是大马士革 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顺 六十五年之内 以色列必亡国 以色列的都城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 你们信心若不坚定 必无法坚立 耶和华又对阿哈斯说 向你的上帝耶和华求过征兆罢 或显在天上 或显在阴间 但是阿哈斯说 我不求 我不要试探耶和华 以色列说 大卫的子孙呀 你们听着 你们使人厌烦还不够吗 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 所以 主会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 必有同精女怀孕身子 并被她取名叫儿马来尼 她将食语乐和荒物 一直到她能明辨是非 然而 在她能明辨是非之前 你所巨派的这两个王的国土 必荒废 之后 耶和华必让亚述王来攻击你们 这是你全家 和你的人民 自以色列和犹大分裂以来 从未有的日子 那时 耶和华的哨声一响 埃及的大军 必好像蒼蠅一样 从遥远的尼罗河 飞逃而来 和两只羊 因出产的奶丰富 她就有雨落食 境内剩下的人 都将食雨落和荒物 那时 本来有千珠葡萄 价值千金的原子 必掌握京击和侄泥 人家必带着弓箭去打猎 因为遍地掌握了京击和侄泥 你因惧怕京击和侄泥 将不再去从前用坐头开狠的山地 那里将成为木放牛羊的地方 乌西亚皇驾崩港年 当先知以塞亚见圣洁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依袍下垂 覆盖了圣殿 在他上方示立着萨拉法天使 他们彼此呼喊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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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耀充满大地 先知的反应是深感自己的不洁 见到自己的罪孽 凝聚悔改话 我有祸了 我要灭亡了 因为我口出不洁之言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群中 并且亲眼看见了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随即 先知被天使的一块燃烧的 叹结症 过犯被除掉 罪恶被赦免 然后先知听清楚主的提问 并回答 我在这里 请猜显我 求主宽恕 当世界出现动荡 政局不稳的时候 人心只是被眼前的困局困惑 凡躁不安 未能在困局中见到圣洁掌权的上帝 他在一切动乱中出现 并且在神圣的上帝面前 省察自己罪人的本质 悔改 谦卑下来 接受上帝的徐序结症 求主怜悯 很多信徒仍然未完全明白 领受主耶稣救赎带来的拯救和释放 以致他们不能够全心全意的放下自己 投入上帝给他们的呼召 对上帝回应说 我在这里 请猜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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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临多后书11章16至33节 我再讲 哪个也都不要将我当作傻瓜 如果你们真的当我是傻瓜 就将我当傻瓜看吧 好让我也都能讲几句自夸的话 我这样讲 并不是主的意思 而是好像一个傻瓜一样夸口 既然许多人憑血气夸口 我当然也都可以夸口 因为你们一些聪明人 竟然甘愿忍受那些傻瓜 就算有人奴役 剥削 利用 侮辱你们 打你们的耳光 你们都能够逆来顺受 惭愧得狠 我必须讲 我们太软弱了 做不出那些事 然而别人敢夸口的 让我再讲一句傻话 我也敢 他们是希伯来人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也是 他们自称是基督的仆人 我讲句狂话 我更加是 我比他们更辛苦 坐牢更多 身受更重的鞭打 经常出身入死 我被犹太同胞鞭打了五次 每次三十九鞭 被罗马人用棍打了三次 被人用石头打了一次 遇到船难三次 曾经在大海上飘浮了一日一夜 我常常四处奔波 遭遇江河的危险 导察的威蝎 同胞的威蝎 外族的威蝎 城中的危险 抗野的危险 海上的危险 和假信徒的威蝎 我牢牢困苦 不得安眠 又饥又壳 挨我受冻 赤身露体 此外 我还挂累宗教会的事 天天承受着压力 有哪个软弱 我不敢同身受呢 有哪个失足犯罪 我不心急愚焚呢 如果一定要夸耀 我情愿夸耀自己的软弱 主耶稣的父 永受清重的上帝 知道我不说大话 在大马士革的时候 亚里达手下的总督 吩咐人把守城门 要逮捕我 我只好藏在康子里 被人从城墙上的窗户 坠下去 才能够逃出了他的魔掌 保罗为福音的缘故 经受诸多苦难 他出生入死 坐牢 被犹太同胞鞭打 每次三十九鞭 被罗马人用棍打 被人用石头打 他遭遇船难 大海上飘浮 江河的危险 盗责 同胞 外族和假信徒的威胁 城中 旷野 海上的危险 保罗四处奔波 劳劳困苦 不得安眠 游饥游渴 挨饿受冻 赤身露体 保罗仲挂类宗教会的事 天天承受着压力 感谢主 恩着基督 保罗能够夸耀自己的软弱 即使被别人当作傻瓜看待 祂仍然可以跨口 感谢主耶稣 作为祂的门徒 在侍奉祂的窄路上 或许我们也会经历不同的考验 承受着压力 然而 这样让我们能够更多体会耶稣的心 正如以赛亚书53章3节形容 祂被藐视 被人嫌弃 多受痛苦 常经悠患 祂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祂 当我们能够像耶稣和保罗 更多经历侍奉的苦难 并夸口自己的软弱时 我们就能更多一点像我们的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针言23章1-3节 你若与官长坐席 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 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 不可以贪恋它的美食 因为是控人的食物 针言22章22-24章22节是自然三十则 今天的针言23章1-3节 主题是不可贪恋美食 要约束自己 智者提醒世人 如果和有权势地位的人同值 要注意节制食欲 不可以贪恋它的美食 这些美食可能是圈套 求神叫我们不要因为受到重视 就沾沾自喜 要谨守节制 以免陷入恶者的圈套 优优独的视频 9月10日 灵修思考问题 以赛亚书6章8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献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 请猜献我 我可以猜献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你听到了这个呼召吗 知否从人离开了上帝的心意以来 这个从天上而来的呼召 一直都向属他的人发出 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回应了 以赛亚先知已经回应了 历世历代的宣教士 牧者 传道 信徒都已经回应了 你呢 亲爱主 感谢你愿意见到更多被你猜牌的宣教士 你问谁可以被你猜献 谁肯为你去 求主叫我们更多信徒 听到一个宣教的呼召 见到我们每一个信徒 都在宣教事上有份 每个人都是一个宣教的人士 愿意更多人回应主的吩咐 祈祷是奉耶稣基督 復活有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